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1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在中共建党百年的活动上 习近平再次称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始至不渝的历史任务 对此台湾陆委会表示强烈谴责 奉劝北京放弃强加的政治框架 及军事恐吓正视两岸的现实 习近平在7月1日 庆祝中共百年的活动上说 要坚决粉碎任何台独的图谋 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这普遍被看作是对蔡英文政府的警告 对此台湾陆委会立即发出新闻稿 呼吁北京正视两岸的现实 称台湾与对岸的专制政体 存在很大的制度差异 2300万台湾人民早已拒绝中共的 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九二共识 台湾陆委会也在新闻稿中批评 中共钳制人民民主 侵犯人权自由 试图干扰国际秩序 甚至展露全球霸权的野心 美国CNBC采访澳大利亚前总理 中国问题专家陆克文时 陆克文表示 统一台湾仍然是中共的未尽之势 中国军方已经为确保台湾回归筹备了多年 陆克文还称 如果习近平在明年年末的中共二十大再次当选 中国可能会开始对台湾采取行动 对于香港和澳门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 他说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庆祝活动过后 业界名人纷纷在社交媒体发声 有份参加庆祝大会的小米董事长兼CEO雷军发表微博 他说将始终坚持技术创新 把数字化能力赋能于制造业 把国家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 而特斯拉汽车的CEO马斯克则在微博中称 中国取得的经济繁荣确实令人赞叹 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 我鼓励大家都亲自去看一看 马斯克对中国的大家赞赏 业界普遍认为是为了缓和与中国政府 以及客户的紧张关系 马斯克的公司是唯一一家在中国大陆 拥有全资工厂的外国汽车制造商 北京希望成为电动汽车领域的全球强国 为特斯拉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措施 包括更容易的土地审批和廉价的贷款 马斯克有充分的理由依赖中国作为关键市场 为了回应中国政府对特斯拉数据安全的担忧 4月下旬特斯拉表示将建立一个上海数据中心 将智能汽车在中国收集的数据进行本地化存储 而中共党庆百年大典登场之际 中共对外国政要有没有发贺电十分重视 毕竟这是面子工程 尤其是习近平要在天安门发表重要讲话 没有足够的外国贺电似乎说不过去 但是外国以国家之名祝贺中国的一党之庆 似乎并不名正言顺 于是为了对口一些国家以政党或者个人的名义 向中共发电祝贺 但是有些讲明只是出于礼貌 比如说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就以干事长 二届俊博的名义发贺电 二届俊博曾经见过习近平和中国外长王毅 但是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 根据自民党干部传出的消息 二届俊博是因中方的拜托 考虑到外交的礼仪才发的贺电 新华社报道还强调了日本最大的在野党 立宪民主党也发了贺电 但是产经新闻报道说 立宪民主党主席知业信南强调 北京与日本距离近是无法避开的近距离 所以立宪民主党国际局给中共发出礼貌性的贺电 但是该党事务局实话实说 这也是在收到中方的请托后才发出的贺电 但是有意思的是日本的共产党却并未发贺电 据该党的公关部门表示 原因是中方并未要求我们发贺电 另外日本的官房长官加藤盛信 今天在中共建党百年之际 呼吁中国负起大国的责任 遵守国际规则 关于中日关系 加藤强调将充分地利用高级别沟通的机会 通过坦率交换意见与对话 逐个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他还重申了不容许中国海警船反复驶入钓鱼岛附近领海的态度 中国最大的外卖平台美团网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兴 今天也现身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庆祝活动 这表明尽管正在进行反垄断调查 他和他的公司重新获得了北京的青睐 在天安门广场的直播仪式中 王兴被看到坐在观众席上仔细聆听习近平的主题演讲 美团网正在因为可能违反中国的反垄断法而受到调查 而王兴本人在前不久发布了一首被视为嘲笑政府的股诗后 他一直保持低调 王兴于今年5月份在社交媒体饭否上面发表了一首唐朝股诗 被认为是一个反体制的信号 后来王兴立刻删除了该帖 但是为时已晚 受到这起事件的影响 美团网的股价在香港暴跌 跌幅高达9.8% 抹去了美团160亿美元的市值 在美团网香港上市前一年 对员工的一次演讲中 王兴还感谢了共产党 他说这是促成他成功的伟大时代 6月初美团表示 王兴向自己的慈善基金会捐赠了23亿美元的股份 以促进教育和科学研究 这被视为是在中国加大对科技公司的监管压力之下 讨好北京的一种回应 总部位于北京的美团网 正在面临着高达7亿美元的潜在罚款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称 美团网强迫商家只能在美团的平台上销售 监管机构在收到公众投诉后 于4月26日宣布对美团网进行调查 此次王兴受邀参加党庆活动 似乎释放了信号 美团的情况还没有那么糟 深圳正在讨论一项法律规范公共区域监控摄像头的安装范围 和对拍摄画面的管理 使深圳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地区 根据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本周发出的最新法律草案 在酒店房间、医院病房、宿舍、公共浴室和室衣间等区域的监控摄像头 将在法律通过时被禁止 该法律于今年3月份首次以草案的形式提出 并且给出了详细的地点清单 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分类 例如机场、地铁站、银行、博物馆和商场 被视为是涉及公共安全的重要公共场所和设施 需要安装监控系统 而医院病房、室衣间和公共护理室等场所 被认为是可能侵犯公民隐私的设施和区域 被禁止安装监控摄像头 根据法律草案 不属于这两类的区域 必须只安装监控系统以满足安全需要 监控法还列出了规范摄像机收集的录像管理的政策 例如负责维护监控系统的团体或个人 不应该出售、修改或传播拍摄的录像 当需要检索或复制某些录像时 应该始终有两名以上的工作人员在场 并且应该遵循严格的登记程序 任何被发现违反规则的组织 可能被罚款20万元至100万元人民币 如果该法律获得通过 深圳将成为中国第一个 在世界上第二大监控摄像机市场上 出台针对监控系统的地区 中国的监控摄像机市场仅次于北美地区 监控摄像头通常配备有面部识别技术 在中国的街道、商场甚至学校都被广泛使用 但是现在公众对隐私的侵犯越来越关注 去年11月浙江省一家法院 对中国首例面部识别诉讼作出裁决 命令杭州一家野生动物园 删除一名正在游览该公园的 法律教师的面部识别数据 中国最新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于去年的10月份生效 对包括面部数据在内的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收集和使用 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 深陷困境的中国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 中国华融今天公告称 将于2021年8月17号下午3点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拟审议并批准执行董事选举 2019年度薪酬清算方案等多项决议 刊登在港交所网站的公告显示 此次的临时股东大会 拟审议的决议包括 审议并批准选举梁强先生为执行董事 审议并批准董事监事的2019年度薪酬清算方案 审议并批准2021年度固定资产预算 中国华融周二晚间发布公告称 公司正在配合核数师进行2020年度審计工作 但是因为相关交易上代确定 目前无法预估2020年业绩完成所需时间 不能够确定发布的预期时间表 并且宣布延迟召开股东大会 中国华融今年4月份因为无法发布2020年财报 而引发市场关注 该公司股票自今年4月1日起暂停买卖 停牌前收报1.02港元 本月稍早 华融收到港交所 副牌指引提示韩称 停牌超过18个月将被取消上市地位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